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知道啊 叫练权 从古术上讲叫什么 叫练权容易 得道难 就是从修道角度上讲啊 大家都知道 修道者如牛毛 但现在社会很少的啊 那个年修道者如牛毛 真正成者叫凤毛麟角 有的呢 叫几百年不出一个 过上千年才难得一见 这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 多真传 得到真正的传授 因为世间怎么说呢 世间这个流传的方法很多 初学者 他又没有分辨能力 这个是最麻烦的 初学者没有分辨能力 他不知道好坏 他只是看你姿势好看不好看 对吧 所以说有些东西叫什么 就说的是偏欢乱坠 但实际上他达不到健身养生的功效 或者说是 威欠 功效威欠 这个怎么说呢 所以他这功贵得传一定是指的是真传 后边太极拳有句话非常经典 太极拳论啊 叫所谓 差之毫里 谬之千里 也就说咱们练拳每一点不到都不行 有功效吗 有功效 但达不到那种极为强大的功效 这就是得传和不得传的区别 也就自己练可以有老师传授的区别 老师传授的不仅仅是架势 而且是其中的道理 观俏 要诀 所以功贵得传 按武术方面有一句话叫做 功贵得传而自真 得传呢 就要珍惜 还有一就是说什么 这个要诀呀 其实真的是很简单 很浅显 大家一听就明白 一明白就会做 一做就有效果 这是大道质简的道理 但是就这么一句话 老师也不跟你说呀 按传宗武术说的说法叫什么 叫静师不道 学艺不高 练了多少年 一眼追随着老师 为了什么 为了求老师给一句话 我能再提升一个层次 叫几十年 叫静师如赋 换句话说 咱们换句话说 自己有时候心里不顺心 跟自己的父母 你还能吼两句 还能说两句 对师父 你不敢 如果你敢对师父好了 师徒的缘分 恐怕也就尽了 所以叫静师如赋 适师 适师如赋 爱 比当爹的都要分中他 就像我原来讲那个 就我师爷得这个易金经 把老人家养老送中 得到这些全部的传授 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得这些他得的呢 把老爷子送走了 顶丧驾龄 养老送中 还不能得东西吗 老人家都要去了 这东西不给他们 给谁呀 咱这哥仨都有份 是吧 是说都有份 不可能完全的那种偏颇 不可能完全偏颇 大家注意 所以功夫叫什么 功跪得传 也就是说 以练拳 或者包括这易金经 一定要得到他内部的诀窍 观窍 还有窍门 就拿咱们这个飞行展翅 双手拖塔一样 起的说 好多人是劳工往外推 是吧 或者劳工往外放弃 醒气 这个 咱不评论 我得到的是稳根 因为你移的是筋 万根慢慢推拉 才是最好的 开背的方法 再一个 两臂往外斩 两臂往外斩 胸才能打开 开胸扩背 所以说 诀窍很简单 就是前显的一句话 用一句话结束 叫什么 叫 入门引路虚口寿 功夫无息 法自修 所以呢 本节课的理论篇 功跪得传 咱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